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义。 人这一辈子,总要欠点债,或许是金钱上的,用来买房买车,或许是人情上的。 其实,欠债不要紧,关键是自己能够负担,能够按时偿还,然后不辜负他人的好意。 倘若有的人,自己不能负担债务,还要欠下三种债,那可能这辈子都毁了。 无论是财务,还是人脉关系,都毁了。 01超过现金流的债务,现实里,一个人要欠多少债,是跟他自己的现金流息息相关的,也就是收入。 你一个月赚一万,还债五千,那没问题,生活还能过得去。 但是如果一个人,为了提高自己的享受,天天透支,然后每次还款,都捉襟见肘,那就很有问题。 这种情况,不能长久持续下去。 这种恶习,也应该尽早借掉。 举个例子,我的一个同学,之前跟我借钱还债。 当时,他已经病急乱投医了,借钱非常频繁,让人厌烦。 后来我推测,他是有了不小的债务,而且估计身边人都借便了。 所以才跑来我这里借钱。 其实他这个状况,就相当糟糕。 如果他不能借掉这个毛病,以后还得更加麻烦。 他的人际关系,也估计毁得差不多了。 现实里,每个人都想过高级的物质生活。 但是没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 按照自己的收入,来进行消费,就可以了。 没必要过度拔高自己的消费。 否则,人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 02根本不想偿还的债,现实里,有些人借钱的时候,就没打算还钱。 而是打算用亲戚,朋友的名义赖掉。 这种人,只能把路越走越窄,甚至惹上法律麻烦。 到最后,自己人脉也会一塌糊涂。 举个例子,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,说有个网友,想跟自己家亲戚借钱。 但是,只说借钱,却不谈还钱,于是被亲戚直接拒绝了。 他自己还委屈,真是可笑啊。 如此自私的想法,真是匪夷所思。 现实里,一个人在借债的时候,首先要考虑的是还债。 给对方足够的利息和保障。 这样,才能对得起朋友家人。 而不要仗着亲密关系,就放肆伤害对方的利益。 长久下去,只会毁掉人际关系。 03过度从父母亲人那里借债。 现实里,年轻人从父母那里,拿到一定的补贴,是很常见的事情。 房子、车子、甚至养育孩子,都有可能找父母拿钱。 但是记住一点,拿钱过多,不全是好处。 要知道,父母出钱很多,就有资格干预子女的人生。 当事人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决策的自由。 举个例子,我的一个朋友,就是从父母那里,拿到了全套的物质支持,包括房车跟工作。 所以,后来,他父母说啥,他都得听。 哪怕他不愿意,也没有反抗的余地。 现实里,跟父母拿钱,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一来,要透支父母的养老钱。 二来,要透支自己人生的自由。 不如适可而止,好好努力奋斗。 人的一生,如何度过,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。 但是有些事情,却是自己说了算的。 人在任何阶段,都应该试着,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而不是简单的随大流。 因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才能让自己身心愉悦,活得舒服。 人过六时,很多人选择带孩子,来打发时间。 但其实,这三种生活方式,也非常高明,值得参考。 能够让人活出主动性,过得更自在舒服。 01阅读一些书籍,阅读书籍,对于老年人而言, 最大的好处,莫过于两点,减缓大脑的衰老,以及提升自己的知识面。 人到晚年,大脑的衰老,也不期而至。 甚至有的人,会得上阿尔兹海默症。 所以说,减缓大脑衰老,十分要紧。 再者,提升了知识面,自己被骗的几率,就会直线下降。 思考问题,也更加成熟,理性。 不会动不动想不开,动不动就钻牛脚尖。 能活得舒服自在。 举个例子,我父母每天都会在家里读点书籍,还有他们喜欢的内容。 不是为了装清高,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。 预防老年痴呆。 再者说了,人知道的多了,就不会轻易被道听途说的事情欺骗到。 这也是好处。 现实里,阅读书籍,不是一定跟学习分数挂钩。 而是真的开拓眼界,愉悦身心。 经常读书的人,可以在书籍的世界里遨游。 也能想明白很多事情,也是丰富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。 02.学习一些东西,人到六时,不免会觉得自己衰老。 这时候,如果能学习一些东西,往往能焕发生机,增强自信,还能让自己游刃有余地处理一些事情。 这样很不错。 举个例子。 我在网上见到过一位奶奶,在老年大学学习画画。 不过几年时间,已经画得有模有样。 老人家拿出这首才艺,秀一秀,也十分有趣。 还有很多老年人学习摄影,学习英语等等。 既打发了无聊的时间,也激发了自己的活力。 多好啊! 人到晚年,如果年轻时留下了遗憾,有些东西没有学,不妨现在学一学。 比如认认字,写写文章。 学一下乒乓球,或者练练书法。 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能够让人保持生活充实,焕发生机。 03增强自己的健康意识。 现实里,人的健康,是一门大学问。 包括营养学知识,一些运动科学知识,基本的医学常识,等等。 老年人十分看重健康。 既然如此,为何不利用这段时光,系统学学? 也能在生活里,识别出健康信息的好坏,是否正确? 不是很好吗? 举个例子。 我在网上见到有的大姐,五十多岁开始健身,每天去健身房。 然后平时学习营养学知识,改善营养。 坚持一两年,身材也不输给小姑娘,非常有效果。 这也是个好事情。 不是吗? 人到六十,晚年健康的时光,不知道还有多少。 既然如此,定要好好珍惜,不能虚度了。